办法解决之前 我们在新闻当中有报道过 就是有校园的附近 有这个公厕里面 竟然会有这个所谓的针 那时候的着眼点是讲说 因为有毒虫他们聚集嘛 如果在这边在这个吸毒啊 或者是打什么针的话呢 万一像艾滋病这样子交叉感染的话 这个情形是不是会越来越严重 所以呢来这样子提供 那时候就是有一些的争议 所以就把它拆掉了 现在台北五分府商圈附近的公厕 花十块钱就可以买到针头吗 虽然对毒虫来讲可能很方便 但是附近的居民可是非常的担心 走进这间公厕里头有一个贩卖机 投下十元硬币掉出来一小包纸盒 一打开里面竟然放着针头和保险套 厕所有需要卖保险套吗 我觉得就很压抑了 尤其像这种东西 应该看是在宾馆 或是在什么地方 睡觉的地方 有这个才有用 你在厕所卖这种东西 我真的觉得很好笑 原来这是卫生署预防艾滋 想出来的点子 让毒虫买回收针头 取代共用针头 虽然出自散印 在附近居民 这等于是变相鼓励大家在这边吸毒 不知情的小朋友 很可能抱着好玩的心态 就是怕就是 大人用完之后乱乱丢 然后造成小朋友误死 然后去碰到这样 这卫党 那人就没做事了 这台人放我 唱歌就是这样来的 吊诡的是 贩卖机设置在南侧 但针头的回收筒 却是在对面的女侧 选择针头只要十元随时得 防范艾滋的良好利益 出现不小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